那結果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有見面就是講好事情 因為明天就是民黨主持會 那從上個禮拜到這一次 我暗桌一直希望是雙方能夠有共識 再有共識下再來改規則 這樣不會創下一個鼓勵 那我覺得雙方的起見其實也沒有那麼刻意 不刻意談論 因為第一個 手機納入民調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容易達成公式的 那第二個是兩人對比或三人對比 我覺得如果真的談不攏 其實都納入也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制度就是公平合理最重要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公式能不能建立起來 但是對黨的立場來講 我們希望能夠有共識 有共識之後接著才有團結論 今天呢 我們兩個會面你覺得有助於民意 有任何一個結論的答案 哦 具體上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好的過程 因為其實真正的關鍵不在最 不在民進黨黨內的出現 而在對外的大選 那大選才是最重要的 出選的過程其實一定有競爭 但最後不要有太深的力量 傳說他們兩個談完之後 還有賴院長說他需要再回去思考一些事情 那拼圖長你怎麼看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談的結果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評分 但是我總覺得 呃 在隧道的時間應該不會太長 也不可能永遠待在隧道裡頭 那總是要走出隧道 看見光亮 那這才是大家的期待 我想不僅黨不這樣期待 所有支持者或黨內同志都期望 都期望盡快的走出隧道 就活著你 請充滿了 你為了 你為了 有機會 當然 我們